大家好,STED,今次要介紹狗巴出的NFT巴士模型 這就用80M做的 只是派給買了第一批NFT的2000人 正常應該不會到處買的 當然這個模型沒有做過其他產品出手的 水貼巴士 錄得順順 比例是1比120,比微影小一點 其實這個比例才是坊間最普遍的比例 車牌路線牌顯示的就是 買了NFT的人投票的 對 車牌真實,車牌是我想要的 然後 裡面是甚麼顏色是跟回真正車,淨啡色都是我選的 員工接送車不是我選的 是其他人比較喜歡 對,我是想要KMB牌牌多一點 喜歡NFT跟員工接送 沒有甚麼關係 我是想要KMB牌牌多一點 對 少少服從多數 挺有趣的 有狗巴仔 穿過巴士 洗入NFT 它的藍色也不錯,挺喜歡 車牌就是 XY4889 對,屯門倉的車 應該不會是真實出現的 這個廣告 應該不會是真實出現的 這個廣告 對,整體來說 300多 400元NFT再加這輛 現在覺得OK的 加上港幣支付寶 這樣付錢 對,水貼貼得不錯 不過之後那個 100隻顏色的 萬秋NFT 那個真的 不行了 我們那條介紹片 先說希望出其他型號 不過我們就看來 沒有那麼多成本 做下一輛車了 直接拿回這個MMC Facelift 就算了 驚喜 看看NFT 看到NFT 現在的交易率又差了 NFT 價值開始下跌 至少有些實體東西 保證 保證有些東西在手上 玩一下 就算 狗巴NFT的伺服器 倒了 也還有這輛車 唉 對了 這次這輛車的介紹就到這裡 不喜歡就按讚 記得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